What the hell 刚才这种情况你们是否也遇到过 大家好我是Eason 像这种卫浴结构其实在北美是非常常见的 这种淋浴系统它就是通过 你去把水龙头上面的阀门给它关闭 然后水流就会从上面淋碰头流下来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 这个阀门里面的橡胶圈它会老化 所以就不能完全密封这个水龙头出水 导致了上下都在流水 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噪音 这其实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当你每次洗澡的时候 不仅上面淋浴不能有很好的水压 然后还会有很吵的声音 那我们今天就自己动手来修复这个问题 跟我来吧 我们自己在家更换这种跟水有关的东西的话 首先第一步是要把你家的总水阀给关闭了 因为这是一个最保险的方法 其实不让有意外发生 像在我们北美的话 一般这种townhouse里面 它的总水阀一般都会是在这个水箱的附近 一般都是在你的车库里面 所以你先要找到你的这个总水阀的位置 然后再进去把它关闭 我这里堆了很多杂物 那没办法 我只能钻进去了 这上面还写了一个main water shut off 它这个把手 如果是跟你的管子 一个一条线上的话 那就打开 如果你把它打成90度角 它就关闭状态 那我们现在可以上去更换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 打开任意的水龙头 先把这里面管道里残留的水给排光 这家更换跟水有关的东西时候 切记第一步是关闭你的总水阀 第二步是把管道里的水排光 然后之后你才开始去操作 拆卸所要更换的地方 楼上已经没有水上来了 好 那我们可以开始拆了 通常像这样的水龙头 它都有一个隐藏的螺丝 这个就在这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六角形螺丝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设计 它就是通过把这个 这里拉杆往上一拉 然后把这里的出水口可以堵死了 这样水就不会从这出来 所有的水量就会走到上面 然后看这边水管其实就是一个 裸露的水管道 如果我们没有把水 总水阀关掉的话 其实它也不会流水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控制它出水的地方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的话 我建议还是每次冻水之前 把总水阀关掉 一方万一 但是如果你是要更换这个部分 那你总水阀是100%需要先关闭的 不然的话当你取开这一个部件的时候 它里面的高压水就会喷出来 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了哈 我现在准备把这个塑料片给拆下来 先看一下它里面的结构 看看是不是不需要更换整一个这个龙头 我们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OK据我观察 这一个头应该是可以把它跟这个拉杆给分开 应该是一个螺纹设计 然后我们来尝试一下 把它分开之后 然后这根轴就会这样抽下来 我们同时可以把这个塑料片给拿下来 成功取出 所以它就是靠这么一个橡胶片 来做密封 可以看到这个已经 已经是完全老化了 可能已经变形了 因为这个橡胶片可能本来不是这样平的 所以我们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配件 把这个橡胶片给换了 同时就可以修复这个漏水的问题 我们去plumbing OK我找到了 就这一个 5块多 我们要换的主要就是这一个橡胶片 好走我们回去 现在我们来打开一下 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跟我们 原来自带这个 看下长度 长度可能 也差不多 那我们也用新的吧 这个就不用了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一块 这个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旧的和新的差别 很明显的这个旧的已经硬化了 然后这个新的是软的 很有弹心 OK 那我们就换上这一个 看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给它轻轻的拧紧一下 OK 见证的时刻到来了 这边有一些漏水啊 可能是我没拧紧 我再把它拆下来看一下 OK 我找到问题了 它这个管子里面还有一个橡胶圈 应该也是老化的 所以它跟那个铜管接触的时候 没办法做到完全密封 所以这边一开水的话 它会有水回流出来 本来是想省点钱 就换一个 这个五块钱的帕子 现在没办法 那咱们就去 把这个整个给换了吧 再跑一趟 我们又来了 我们首先去把这个 刚才买的配件给退了 然后再重新拿一个这个龙头 OK 现在我们把这个新的给换上去 在换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完全靠这一颗螺丝 身上来顶住这个铜管 把它夹顶 锁固定的 因为我们这个铜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我这个之前可能是 安装这个的人用力过大 这个铜管下面 已经有一个被顶进去的凹痕 因为这个铜是非常软的金属 所以我们 在收紧这个螺丝的时候 不要拧太紧 不然的话可能会把这个铜管给顶穿了 那就不好玩了 来吧 这个新的龙头明显是 有这个阻力的感觉 它的橡胶圈明显紧了很多 OK 最后这一段我们可能得轻轻的 通过旋转把它收紧 OK OK 我们不要过度收紧 这样的话 可以不伤到这个铜管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三 二 一 开 非常好 目前这里没有漏水 我们再把这个拉上去 完美 这里还是有少许的滴水啊 这里还是有少许的滴水啊 这里还是有少许滴水啊 上面是全水压出水 Full power Nice OK 很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更换成功 虽然跑了两趟Home Depot 但是这也是值得的 毕竟我这个配件才花了三十刀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找一个水工过来上门服务的话 它至少会收费两百刀以上 那如果我这个视频能给你带来一点帮助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然后请你关注我 我之后会分享一些这种DIY或者是关于家里维护或者装修方面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拜拜